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条轻轨可以通过东莞 而且通过车 已经通过车 是的 已经通过车了 轻轨实际上是我们一段延伸路线 因为我们本身这条叫做广佛邵 城製轨道 主要是连接广州 肖庆 拓山 广州 拓山 现在就接驳 在肖庆 去到佛山 去到广州之后 还可以去到东莞的望牛敦 望牛敦 那边有一个轻轨 不是高铁 轻轨 明白 然后下来还可以去到深圳 去到深圳吗 去到深圳那边 是直接接驳到深圳的保安机场站 真的吗 直接驳到深圳保安机场 是的 现在打开协城这些买票 已经买了票了 开通了 通了 真是震撼 我立即有点无管动 我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太夸张 因为它应该是 我的理解 其实是这些路线 它本身已经静好了 只不如连通了 对 连通了 水已经可以了 我再说清楚给大家 因为大家可能有些 可能已经隔离了进来 你想试试乘搭 已经是开通了这部车 如果有些在少庆买了楼 或者将会买楼 其实你可以自己去试验一下 可以体验一下 因为已经开通了 但记住一样 它是轻轨 不是高铁 在少庆 轻轨站和高铁站 是粘在一起的 那你就不要去高铁站买 这个去深圳保安机场那张票 你是在轻轨站买的 那条路线是经过佛山 广州 东莞 去到机场的 这是一个很震撼的消息 因为我们其实是少庆 其实不只是阿里这个盘 少庆 我们现在是超级多的华侨 其实是在少庆买楼 因为他们为什么会选少庆买楼 因为少庆的环境很像外国 因为山山水水比较多 而且因为价钱比较便宜 他可以买一些大的单位 因为他们在那里住很大的屋 所以其实是很大量的华人 都买少庆的楼 你说如果是华侨等等 你肯定坐飞机过来 那你就可以有一个选择 就是去这个深圳机场 你就坐轻轨再回到家 或者是在广州机场 也可以坐轻轨再回到家 真的四通八八 不像两三年的时候 我介绍少庆 那些人就踩我台 去到山卡拉 赢烏蚵赢蚊 那我现在就立刻掌握你两巴 好 除了这么浸陷的轻轨之外 我知道现在新区的发展 也很快 那个医院开了吗 开了 我上次进去还在装修 是的 它是怎样呢 它现在是很多部门 它全部开始试运营 它还未大规模全面投入使用 好的 但这个真的是非常震撼 如果大家需要医疗服务 或者安心一些 比如有些老人家 其实整个新区 最近三甲这么大的医院 如果上网你可以搜到我的YouTube 不是一间 你感觉是有几间五星级酒店 是 它真的整得规模很大 但是由它时代这个盘 它一转出去 我想差不多两分钟都不用 如果是开车 就真的两分钟都不用 因为1100米 很近而已 有一个好处 它虽然有医院在 但它又不会说近到 有些人不想太近 它又有一段距离 即是有马路隔开 所以很方便 如果有些老人家 或者你本人 需要多些医疗服务的话 这个盘 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好了 下次开车之后 我会拍给大家看 除了医院之外 我讲讲这个盘的特色 这个盘的特色就是方便 因为有很多观众 博士说 我都很相信你觉得 邵兴的新区 未来发展一定会很好的 楼价很升 配套服务也很齐全 我都说了无数片 好像深圳 好像珠海 好像广州 那些新区 大家看到政府做得很好 大家今时今日来到 邵兴新区买楼 都是买新区的未来发展 但也有些观众说 我想在新区买楼 但我又担心新区建置的时间 需要一段长的时间 你又很想搬进来住 其实时代莲华 这个盘的最优点 就是在新区最近旧区的位置 所以本身 就算明天交楼给你 你已经可以拿行李进来住 是 没问题 亦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V加 我们的服务点 我们的店铺 我都是选择这个盘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现在选择在新区 一些比较远一点 其他一些楼盘的铺位 很坦白我开了铺 我都没有人 我的伙计上班都害怕 但是在这里已经有了生活配套 所以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位置 来做我们的V加管家王 去服务所有其他盘 就是这个原因 以我所知道 最近是什么 吃饭 吃饭 我们这边有一间餐厅 我们很出名的香港人 个个都知道 叫明记 为什么香港人个都知道 因为茶餐厅做得很好吃 我昨天又再吃 真的有什么烧鹅类 烤饭很棒 明记在这里很接近 在哪个位置 这个是落沙盘 我自己给大家看 好 这个是士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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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记是哪个 明记大概就是 往来的星湖大道 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丽港新天地的地方 对 大概就是这一块 其实大家看到 我手指指 由士多电话 你现在 以后真的搬进来住 或者租出去给人住 其实你只要一出来 向这边走 已经有个商场 有超市 有几间酒楼 餐厅 衣食住人 都有了 然后在对面 就是明记 我们香港人很喜欢的茶餐厅 还有大家看到 这里也有一间 鼎湖人民医院 是的 然后街市也有两个 这里有一个 贵城山市场的街市 这个街市 这里其实没有标出来 还有一个水坑 而这个更近 这个更近 这个更近 800米 800米 就在我们对面 然后过了那个天桥下面 右手店就是 还有 属于时代联华 亦属于一个校网的项目 因为你看到 围绕着都是中学 小学 貴城 你看到围绕着都是去学校 OK 那这边 其实刚刚博士说的那些餐厅 如果住时代联华 这里 其实你也不用出去 你点外卖 你也能点得到 因为我在这里上班 每天都要点外卖 是的 除了这个 那就是解答对博士的问题 接下来也交给博士 好 虽然这个位置 不在燕阳湖 大家都知道 新区最漂亮的湖 虽然它不在燕阳湖旁边 但其实由这个位置 你走路 或者开车去燕阳湖 只要在这里一出来 他们的大门一出来 在这边直行 就已经到了燕阳湖 我相信 在这里你可以买两部单车 或者电动车 其实你吃饱饭 尤其是晨饭 早上几早 去那边就很近 我想如果你踩单车 10分钟左右 走路我想20分钟左右 差不多 駕车就两分钟左右 就已经去到燕阳湖 一样可以享受到 整个燕阳湖 这个天然环境的湖 嗯 还有呢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叫做旺中大城 旺中大城 而旁边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三甲医院 多夸张 多大的模型在这里 三甲医院 还有这里有一个商业区 摄影师可以拍摄那个 那个环球 易购跨境 这个其实整个都是一个商业区 其实我刚才所说的所有东西 我以前全部都拍过了 大家可以慢慢看 我和摄影队拍的影片 是不是好看呢 好看呢 就可以马上按下面这个键 订阅 还有旁边的小钟 有新片到的时候 订阅项目这个键 自动就会通知你 一按进去就看到了 记得给个like 和分享出去 有你们支持我 一定躺身 拍更好的影片 给大家看 这个盘呢 我亦都形容为 有些想买楼收租 阿华都买了一间 大家知道 他都想要租出去 OK 买楼收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一个产品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面积小 第二 它的生活铺到齐了 就是说你收到楼之后 你马上租出去 那些人都会租 因为我衣食住行都有 另外因为旁边有一个商业区 商业区 都是那些商贸 电子商贸 很多人在那边上班 他需要租楼住 还有最新的消息 我收到封 听说有20个政府部门 都即将搬到新区 这边附近 没错 在哪个位置 其实就是这里 这个新区管委会 在这里附近而已 就是这个新区管委会 是的 实际是什么呢 目前邵庆市的人大常委 包括新区和鼎湖区的行政部中心 新区管理委员会 以及新区的规划局 其实都已经在这里办公了 OK 因为之前邵庆政府都说过 未来邵庆的中心是新区 是的 所以政府的部门 会慢慢往这边搬 今年会有20多个一些 一些辅助性的政府部门 就搬到这边 暂时他们就会在这里办公了 这里可以见到 这边冷了一块牌 叫做高等专科学院 是的 实际上以前这个楼 后面这几栋 就是这个学校的房 但是这间学校就搬了 对了 搬回到这边 就是这间大学连着的地方 这些楼都给政府用 哇 厉害 所以未来这里 这是一个政府办公的区域 没错 那办公的区域有什么优点呢 那之前 我想深圳、广州 见到很多的 就说很多人 政府的人 如果比较高级一些 有钱的人 就会来买楼 但是平时上班的人 就会在这里租楼住 在这里租楼住 因为内地的楼 你知道租楼人不是很高 个个都可以接手到 所以这个楼馆 它的卖点房的特色 是很明显的 就是这个产品很明显的 和之前大家有看过 譬如华晓星或者其他那些 他们是一个景观景色 就是悠悠正正的 退休地住 那些你要平静一点的生活 就是那些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但是你说 我不是的 我是要上班 我要租楼等等 希望配套齐全 其实新区来说 我敢说只有这个本 因为这个本是新区 最近旧区 而且刚才我所说的所有东西 是全会已经建好 不是只有港市 所以如果大家是 喜欢这方面的产品 这个产品 大家是很值得去解体的 好吗 基本都介绍完了 大家我后面 会把我以前 有些旧片的连接 放在后面 你会这样一按 就已经可以马上看到了 今天不过了 好吗 真的 然后我们未来 还有一个直播 到时麻烦你 出镜子帮忙 不用 刚才熟得不得了 我很多顾客都很喜欢 很欣赏他 服务很好 跟得非常好 谢谢 不过时代的服务 没话说的 非常好 好 配套环境就这么正 大家看看 究竟现在 我刚才说的12栋 的位置 清楚一点 告诉大家是如何 好吗 好 实际上12栋 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我圈着这个水晶体 OK 是因为还没开卖 是的 是的 这个就是12栋 那01和02 就是前面的这两栋 OK 前面的这两栋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阳台的朝向 两栋都是在望这个位置 都是在望这个位置 然后 后面这两栋 一个就是03 一个就是04 03和04 嗯 那它是怎样呢 就相当于 生活露台 就是那个小露台 和主任房 和那个儿童房 都是在望这边 嗯 嗯 都是在望这边 然后呢 它的主楼台 就是在望这个位置 看外面 那里是冠卫户 嗯 比较矮的 所以望出去就没有遮挡 但如果看过模型呢 我看如果你说 现在你整个三十多楼 如果在这里比较高 即是燕阳湖都能看得到 那我们就没有升过去拍摄 那我真的要逼去看一看 如果看过模型 是吗 我确实说 不过这个问题是有多高 是 如果没有高过三十多楼 也不奇怪 嗯 OK 那这个就是12栋的位置 好 好 当然大家看清楚 游乐场 原来都在这里 那12栋 基本和它的三栋 其实就是调起来 不是调起来 把整栋 直接摆在这里 好吗 好 大家很清楚 好 接着我们再去拍摄给大家看 好 现在这里就是时代电话 在时代电话的停车场 现在不要只说 我拍摄给大家看 开部车 刚才说过江哥说过的位置 是否真的方便 那么近好吗 大家亲眼看到 现在是下雨天 不怕 我的摄影师 稍微去做航拍 等它下雨后 都会标回位置给大家看 但我原图解释给大家看 这就是时代电话的地盘 大家看到 都起得很快 而且我也补充一点 刚才看到老总说 博士 你是我们的V加 是我们的大客户 所以只要我这条片出街 刚才我说的12栋 大家已经可以买了 不用等了 因为已受证 它已经取得了 而且除了这12栋之外 其实旁边都有些动数 甚至有些两房 如果大家要买些细细两房 大家也可以去咨询 我们V加同事 反正这次我回来 我觉得时代电话 我回来的时间刚刚好 有12栋泳池景推出 旁边也有两栋 亦正在推出 有不同的户型 包括一些两房 包括有些想要封闭露台 比较大厅的 比较好用的 亦有货检 好吗 不过还是要做的 OK 现在我们一出来转右 其实看到已经是医院 在马路一路一路 中间有些人材公寓 即是年轻创业 因为刚才说的是商业区 商业区配到很多商业写词楼 亦配了很多人材公寓 给年轻人居住 遲些我V加的创业2 我两位90后来 我到时都会和他们考察一下 因为在少庆做创业 其实政府也有很多支持 还有很多支持 但起码大家看到的房子 其实很英俊 我现在已经看到这个医院 刚才过来一分钟 两分钟都说多了 大家看到这个医院的地盘很大 是几栋大厦 已经建好 已经有人在里面办公了 但还未接这个门诊 里面办公 正在事业 我知道有些政府部门 有些内部的人要看医生 已经是内部预约在进行 但这个医院是我在大湾区拍片 历史以来最大规模 最英俊和最高档的医院 所以我是很热切期望 能够进行营业的时候 去拍给大家看 来表演一下邵兴新居的发展 医院在这里 一直往前走 就是宝里和华侨城 一直向前走 那里大概都是 比如说去华侨城有多分钟 三分钟左右 都是近的 直去华侨城 这个就是商业区 这个就是商业区 如果大家的航班应该看到 商业区全部都是矮流层 大概是三层、两层 这些商业区全部都是外商 这是灰色会议中心 很多政府高层开会 甚至香港特首过来等等 都是会议中心开会 这些就是商业大楼 如果大家是过来做生意 做贸易 其实你可以在这里租地 这个是龙光、创新科技业 这个是环境商会 这个是绿色发展研究院 全部不是工业 而左边还在建议很多 左边还在建议 我们来到右边 广东厚能 所以很英俊 里面是有餐厅有咖啡 如果有些做餐饮 未来想是未来发展 这些都可以的 是否很漂亮 少庆新区商务餐饮中心 这里有个大招牌 我记得上次华侨城颁奖给我们 也是这里有一间大酒楼 在这里颁奖给我们 这个叫少庆华侨城小镇文女开发 有行公司 好了 兜了医院 以及兜了商务 这个叫少庆新区科技创新中心 正式的大支位 少庆新区科技创新中心 这里所有在这里做生意的职员 或者老板就是你们的对象 在新区来说 这个位置是最成熟最多的 好 这个就是时代地盘 对不对 如果这条马路直去走去后面 就是燕阳湖了 就是燕阳湖 我航炮会拍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走路也好 神运也好 你可以走路过燕阳湖 或者踩一部单车仔过去都可以 而且这里有共享单车 这个就是时代地盘 生活配到什么呢 我想吃饭 我想去超市买东西 我想去街市买菜 一出大门口 过对马路 已经有很多阵子 很多村 大家会看到这些招牌 已经有些村子在这里 现在是红绿灯 好 一串 一串我已经看到有时代 有一个水坑二村 有村子就一定有食物 左边我看到有果征种 傢俬批发广场 右边多 这边比加司店铺多些 可能有新楼盘 但我看到几间果征种 这边有油站 如果大家是开车 可以出来入油了 这边是水坑二市场 这边就是街市 就是刚才说的很近的街市 二村 这边是水坑二村 由这边杀道路 那边有街市 如果这样说 买菜到刚才的二村 就已经不用开车了 这边一转 就是最出名的冥记 冥记心中我儿子 这个冥记真的很好吃 昨天我没有拍到 昨天我来吃了一个 因为除了那些鸡鵝 鵝 就是天下无敌 OK 大家前面见了一个大招牌 很多鸡鵝 这就是冥记 不只是时代电话 大家如果来少兴 如果大家有些隔离员 你要来少兴 这间你必须要来试一下 它的东西真的很好吃 除了一样东西 千万不要叫 就是乌鱼肉 乌鱼肉是中伏的 乌鱼肉是肥猪肉 其他什么东西都好吃 咖喱焗饭 昨天我叫了咖喱焗饭 宴菜 光是那个炒蛋 那个什么狗黄炒蛋 我儿子都说正得不得了 我都说不完 大家自己来试吧 其实它的冥记 就是在最近的一个商场附近 现在是红绿灯 我一转出去便是 那个就是麗港天地 这个就是一个大商场 这个麗港天地有很多餐厅 我都拍过了 很多餐厅 有超市 有孙菜宇 有麗港美食街 有超市 有卡拉OK 二楼有一间叫三圆茶楼 我拍过有抽奖 很有趣 有一个会所 即是按摩骨 捏脚 Sona会所 基本上 Listen arius 最新正 还有一个造型 大家可以再看看 好 周边的备套 最重点的几个 拍 splendid 一看 这个盘 这个盘 除了我最吸引 就是我利用V V加 一点 其实未来 Here's karena 因为点几次 加速 这次的RIG 因为我需要很多叫福 其實這裏一拿以後都會有很多舖位 是一些生活配套 大家照下來可能有便利店 有些茶餐廳 雖然走到郭哥哥那邊已經有很多配套 但起碼去樓械堅是有的 好了 樂宜了 走回來了 別試鏡師要回答 好 今集希望給大家 除了看產品單位之外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以後買完樓之後 希望大家不會有後顧之憂 看完這兩集之後 你對這個盤你一定是很熟悉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項目有興趣的話 馬上就去我Viga19間 香港19間分店 澳門的分店都開了 大家可以去諮詢取得所有資料 這一棟我們公司Viga也是一樣 我們取得了一個獨家權 希望我們首先由香港人可以讓你選擇 這個獨家權過了之後 其實內地的顧客都可以購買 現在暫時時代就很支持 讓我們香港人Viga 能夠取得到獨家權 所以大家首先可以選樓 可以看樓先的 過了獨家權之後 就會開放給所有深圳 東莞等等地方都可以買的了 到時大家可能 比較漂亮的單位可能就沒有了 大家可以爭取這個時間 多謝大家收看 下面留言給我 再見